把格斗皇帝何池按在地上摩擦 真不愧是吴智辉的师傅 兄弟们话说这个秦宏在3月4号 刚好呢是被何池给揍了呀 而且何池因为是实力状态下降的情况下 还把这个秦宏给揍了 揍了一波10比5吧 漂亮 然后这把的话你看到的是3月5号的 就是隔天再战 双边呢也是换了这个体会哈 第一场的时候何池是在EP 现在是轮到这个秦宏在EP了 好像在EP的话会更强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秦宏抢了选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哈 这一波起来果然还是挺强的哈 刚刚的这个八神也是被 打晕了这把是一个不可防御波 再一次打晕 挺帅的啊不可防御波 卡的挺准的运气吧运气 好了以前叫格斗皇帝啊现在还能是皇帝吗 都打一打吧 我感觉你如果不练的话人家都在练是吧那个 穹荒九七是一个疯狂内卷的游戏你还能不练 你不练还能保持状态我都不信了 可以帅回来 哦呦危险 远了一点哈漂亮在吧没有 摘到直接跑过去中全白光 八个小女孩 哎呀呀呀被揍得这么惨啊 这把的话青鸿算是报仇了哈而且比分的话差距也还可以啊 打了一个几比几啊我看一下啊 抢十二的哈十二比八和老二应该说输得不难看啊 还可以打一打 这把远了继续抢通已经没有优先手了哈 好 对话倒地站A电招会我过来这是有晕值在的啊哥们 刚好打晕 嗯葵花刚好第二段打前冲又秀一个不可防御什么鬼这生龙干什么 这生龙在干什么 再一次AB好打晕 老秦头的实力也是巅峰级别的啊毕竟拿了一个双龙兵之后是吧 现在他的 恶劲也打出来了 对吧贪心了五年就够了他想打六年继续葵花 你射死你 一个继续葵花打乱动 远了远了 好调新立项 漂亮直接打死 厉害厉害啊 好关注休休不一手丢 继续葵花打热 confident 就好